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读者大家好 我是林锦荣医师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呢 跟大家来分享 我明年2011年的 海底响宴的最新内容 那第一章呢 这个是叫做火焰海麒麟 事实上它就是一种海阔语 那它的食物呢 就是旁边的水席 事实上这个水席呢 就是含有刺丝包的一种动物 那它吃了它水席以后呢 它可以把它刺丝包的毒放在它身上 变成它自己身上的毒 变成一种保护作用 所以其他的鱼类如果要吃它的话呢 也就等于吃水席一样 那吃水席的话 就会刺的火辣辣的 马上会吐出来 所以一般海阔语呢 在水里面大概 人家都不想要去吃它 那接下来 这一章呢是 鹰鸽鱼 是鹰鸽鱼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那鹰鸽鱼晚上睡觉呢 因为鹰鸽鱼平常睡得很沉 那因为它睡得很沉呢 如果晚上通常满鱼是很活跃的 那满鱼的嗅觉很灵敏 虽然它的视觉不太行 但是它嗅觉很灵敏的 它会闻到哪里有鹰鸽鱼在睡觉 它就过来会把它吃掉 趁它睡觉的时候 那这样很危险啊 所以它有一个保护的机制 它从口腔里面呢 类似拖翼线一种特别的拖翼线呢 它可以吐出一个泡泡来 这个泡泡可以把自己包住 所以它的味道呢 就不会往外歇了 所以它可以安枕无忧 那么再来这一只鱼呢 叫做长文鹰斑鸟 它嘴巴尖尖的 通常呢它是在山风胶 就是在这种海 这个是在一个海扇上面 它会跳来跳去的 那会居高临下 它看到有猎物的话呢 它常常的尖嘴就张开 然后就冲过去把那个猎物吃掉 那因为它是很活跃的一种鱼 所以白天要拍它还很不容易 这是我们晚上呢 趁它有点在睡觉的时候呢 所以拍得到 不然白天要拍很难拍到 那因为它睡觉 你觉得奇怪它怎么 睡觉眼睛张开的啊 因为鱼呢没有眼瞼 所以它睡觉是张开眼睛的 事实上它是在睡觉 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呢 就摆到这个蛮好的尽头 它就是一般呢 就躲在这个海扇上面 那这个海扇呢 在晚上呢 它触手全开 你可以看到它 这个海扇旁边呢 这个触手都开开了 它因为可以猎虎有生物吃 所以基本上是白天呢 这一只鱼会很活跃 跑来跑去 躲在这里面 但是晚上呢 反而是海扇的触手都盛开 来抓无有生物来吃 那这是我潜水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拍到的 也就是说小丑鱼呢 在这个非常梦幻 有点这个好像粉红色的 和白色的这种海葵的 就是因为它形状像奶嘴 所以我们称为奶嘴海葵上面 那这并不是很健康的一个现象 因为我们在这个潜水的 这个海域附近呢 也有看到 几乎是完全白色的 那为什么会白色的呢 因为它身上的共生藻 可能因为温度的变化 环境的变化 共生藻跑掉了 所以它就没有原来的色彩 变成一个白色的 那这是一种变态 但是这个变态在我们来看 是很难得的一个镜头 因为称出来非常梦幻的颜色 粉红色的一个背景 那这是在海扇上呢 我看了大概七八个锣在上面 这在台湾的海扇上面 几乎看不到的 这很特别在印尼的海域呢 我们看到很大海扇 只要你耐心的找 它上面的这些锣呢 就蛮多的 这里呢就看到了阳穗族 那也看到了两个很漂亮的 菱角锣 那这个菱角锣 如果你把那个 把它拿到岸上来啊 把它晒干了啊 它的上面的这个套墨就不见了 就变成赤裸裸的锣 那就没有什么颜色 没有什么漂亮 接下来这一张呢是 我 我在澎湖看 澎湖的水族馆看过 澎湖也有这个 澎湖是唯一台湾你要找得到 所谓的海苹果 那么这种海苹果呢 事实上它就是一种海参 一种非常漂亮的海参 它上面的头顶上这些呢 事实上是它的触手 它有六到九只的触手呢 可以不断的在海水里面 张开然后伸缩 这样可以捕捉浮游生物 它抓了浮游生物 就往嘴巴里面送 所以轮流几只触手 就像轮流的这样送到 它的口气里面 那么当它的触手 如果碰到惊吓的时候 它马上就锁进去了 锁进去以后 变成好像一个圆圆的苹果 所以颜色又很鲜艳的红色的 所以好像一个很鲜艳的 红苹果一样 所以它的名字叫海苹果 事实上是一种海参 那么在台湾的海域 就是只有澎湖看得到 那上次我在澎湖的时候 没有拍到 那这一次好不容易 终于到了盛产海苹果的圣地 也就是科目多岛附近的海域呢 拍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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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